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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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重兒告訴你 我是Yan 上兩輯都是用聲音 和大家溝通 今輯之後我會和大家見面 希望多多指教 我會越來越重複 做得更加好給大家聽 好了言歸正傳 我今天請了我的好朋友 Sam Hello 今天來和我們講一下 我們今集是社區動物的 拯救 照顧 再領養 Sam不如講一下你 本身你的工作是做什麼 我的工作是製作的 拍攝電影 即現在我和你拍攝 其中一種 其實Sam 我有留意你 Facebook上 你最近做很多拯救動物 然後去幫很多社區動物的東西 我很想問你 什麼時候開始 觸發你去做拯救動物 觸發到去做這個社區動物的拯救 其實大概十年八歲之前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開始 留意到多些社區動物 是被人虐待 或者原來他們又不知道 有些很多 臨審的意外 如果你不去幫這些社區動物的話 其實它很多東西自己解決不了 所以就開始嘗試去加入做這些儀工 不如說回近日 我看到你好像這兩天 Facebook看到你好像是否去拯救了一隻狗 是呀 昨天 昨天因為看到有人 發出一個報告 在他工作附近 有隻社區的小狗 頸不知為何 枯住了一個水喉 水喉都長長的 最先他發出的時候 我看到他寫 不知道哪個壞人 踢在頸上 我看到他 立刻就問他 我有興趣的 他會講個地點給我 我們來 但其實他鋪出來的時候是中午的 中午有人就已經先看了 但問題是 又有人很無知地比較 我覺得 他是找人幫的 因為他自己去不了 他找了什麽組織去幫呢 他找了漁護署去幫 漁護署來了之後 第一件事他不是幫那隻狗 他在那裏捉了幾隻小狗 走了 那隻狗呢 那隻狗是找不到的 因為其實那裏的範圍 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那裏經我們昨晚去視察 其實都有十隻狗左右 十隻狗左右 但是你知道那隻社區狗 其實很害怕人的 因為他求助那個人 其實他做事的地方 直接就在他旁邊而已 黏著的 因為這些社區 或者到處走的狗 那他沒有東西吃 那他會最近的方法 就是去他做事的地方 我吃可能一些菜 或者他有自己種菜 所以他做事的地方 經常都去投訴他打電話 漁龍署說 這些社區的狗 經常破壞我們的東西 所以其實漁護署也很熟 這個地方 都會敢不敢去 因為他都敢不敢去投訴 但是問題 可能照我昨天的理解 有些人見到 不如馬上去漁護署幫幫他 漁護署是來幫的 不過幫是減少狗的數目 不是幫真正那隻狗 其實現在的問題也是 環繞著就是 那些人不懂得向哪些方向去 去求助幫那些貓狗 還有一件事 阿Sam剛才說 因為其實我想和你理解 就是為何有些人會說 流浪貓狗 流浪這兩個字 因為流浪其實就是 告訴他們是沒有居所 其實他們不是流浪的 你想想他本身是在這個社區住的 他本身可能已經是有人養著 只不過可能以前的地方 廠或是我不要了 就一路放出去 那他們變相就是 一路在這個社區生活 其實他們是一個 在這個帶大我們 都是叫做 你想想以前我們 爸爸媽媽很多些廠開了 可能生 他們不懂得去做領養這件事 而是一路放出來 生下又生下 生下越生越多 變成這個地方 就越來越多些貓狗 那些人覺得他到處走 就變成叫做流浪貓狗 所以由現在開始 希望你們 給他們一個名字 其實真的叫做社區的貓狗 我想問一下Sam 你覺得如果我們這一幫 俗稱叫流浪貓狗 而我們現在尊重社區貓狗 其實你覺得貓重要一些還是 即是嚴重 貓重要一些還是狗厲害一些 其實我看地區 但普遍來說 我覺得貓會多一些 但某些地區 可能新界區那些 或者那些 就會狗多一些 因為其實好像正如你這樣說 其實他們很多代之前 那些地盤 蓋樓的時候 他喜歡他們去看店 但問題是他們這些地盤的人 就是那個project完了之後 他就扔掉了 他們會不停地刪斷 所以那個區就馬上多了 凡是沒有地盤的話 通常那個區就馬上多了一堆 即是那時候很有趣 一有地盤的時候 那些人就很開心 因為那些狗好像有一個地方 可以給他 好像棲棲 是啊 很像 但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 當地盤員工之後 他們是不是真的會帶回家 是啊 肯定不會 還有我聽到 有些根本就是 譬如那些地盤 因為他沒有和他絕育 可能他帶 最初有帶兩隻來 接著他們就生了 生了之後 中國人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就是大家知道 譬如大陸的桂林 他有一些吃狗 他們真的是 劏狗來吃 地盤那些 還有有些地盤 因為地盤其實很多陷阱 那些九夜晚走 有些是掉進去的洞 已經浸死了 或者掉進去 其實都有很多 這個人真的有聽過 那算了 掉進去 反正那個洞都要用那些紅毛禮 那不如掉進去 是啊 他絕對是算的 他不會做任何的事 我會覺得 哥哥都說覺得你說得對 先喝杯 還有我想知道你 Sami的時候很有趣 你看他好像很多鬍鬍 很Man 但其實他是一個 其實很瘦 心地很溫柔 因為他家裡有很多貓 但他的貓 全部都是由社區帶回來的 我想問你 由第一隻貓那時候 是何時的事 其實真正的第一隻貓 第一隻貓 可能讀小學二年班 那時候 家裡樓下很容易有小貓 就撿他回家 那時候 撿傷都被父母罵 但是他就催我不著 所以被我養 但是現在大了之後 那些我家裡那些貓 都是領養 或者有時 我剛好經過在街上 看到有的 這樣撿他回來 其實那時候你小時候撿 你說撿回來 你說你父母這樣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 會感化到他們 開始覺得 其實他們都很可愛 有可愛的一面 但是因為 為什麼我家裡會反對呢 我小時候 就是因為 我撿完他回來之後 只是跟他玩 其他東西就不理 例如那些什麼 食物 所以他就覺得麻煩 但是問題是 撿了來一段日子之後 其實他們都習慣了 就是我家人 而且都覺得 動物是有可愛的地方 因為其實他都給你一個樂趣 他突然間會弄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有時候你生氣都生不下 現在你總共來家裡有多少隻 大概16隻 你這麼厲害 但是16隻全部都是社區貓 可能當中有一兩隻 表面不是像社區貓 但問題是那個其實是被人遺棄的 我都是領養他回來 但是你現在你發不發覺 講社區貓 我也很想跟你講一講 或者你養了貓我也想講 你現在實施了那個自家繁殖牌 其實你怎樣看法 其實我覺得 怎樣說呢 因為說真的 這個自家繁殖牌 或者自家繁殖法例 其實都是為了商業的用途多些 我會覺得 始終你拿牌也好 政府發牌也好 但是問題是養殖牆 或者繁殖牆 他怎樣去對待那些動物 其實有時候很難監管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我想跟大家講 當你有這個自家繁殖的時候 Sam他們這幫拯救的人 就變成做過很多 因為可能生了出來太多 有些覺得不漂亮 或者有些是有些殘缺的時候 牠就會扔出去 變成這些貓 又叫做俗稱流浪貓 或者流浪狗 變成社區一份子的時候 是永遠斷斷續續斷斷續續的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 會有這方面呢 當然 因為你發了牌 即是說我從商 從商的話 你看到如果大家去 例如旺角太子那些寵物店 你看到每一隻都很可愛 很完美 很漂亮 但問題就像剛才阿英說的 說真的 我家裡的貓 我常說有四分之一的貓 那條尾都是Z型 或者是短尾的 這些全部都有問題的動物 其實這些寵物店 必定會抽起牠 但是抽起牠 肯定會沒有人賣 就算你三折也沒有人賣 因為我們人類很壞 一樣東西是perfect的 購買狗 當然我絕對反對購買 購買的人 從頭出到尾 總之牠的店舖就說 我要盡量令到那些動物 好漂亮 好可愛 人家才肯買得下 那不漂亮又怎樣 實際情況我見過 真的有一次 那就是一隻貓 那牠生出來 那條尾就屈了 好漂亮 那好像閃電 很容易被牠拖著已經押了 好像剛才剛才說 其實如果那個凡席的人 他扔牠出街已經是很好的 我見過有些人是怎樣 因為牠生出來的時候 那隻貓小到很好 只有手指這麼大的 那其實牠看到這條尾 根本已經沒有興趣養牠 亦都不會放牠出去 因為你放牠出去 牠死了 這麼小隻 又喝不到奶 那牠就怎樣呢 殘忍的槓槓一腳踹下去 那牠就完結了 牠受的痛苦可能是很短 但問題是怎樣 牠們營傷 我不會培養一隻狗或貓 要牠喝奶 喝到牠過半月 我才扔牠去街 牠是沒有這麼做的 不會的 所以我都說有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會突然講開自家販值 因為我今天講的問題是怎樣去拯救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的自家販值牌 如果有些不良的傷人繼續這樣做 其實拯救這個行動永遠都不會停 只會越來越多 也會越來越多的生命去犧牲 所以大家聽到牠們拯救這幫人 其實牠們是很辛苦的 每天做的事 風雨不改 日曬雨淋的 是不是 你們 是啊 昨天都很熱 今天捉那些更熱 因為那些地方真的沒有風 有多 所以其實你們要記住牠們拯救的時候 你們都要想一想 究竟我是不是真的要去買貓狗 還有我想說 其實為什麼仍然還有市場 其實有品種的動物 就是因為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 你會發覺到 譬如舉個例子 我是拖一隻貓出街的 如果牠是貓 那我本地短毛就是普通家貓 還有人家那隻俄羅斯貓 鷹短 超短的那些 那些人會覺得 哎呀 我拿著一隻有種的 出街 狗也是 當然 特別好像有品味一點的 這個不是 拖一隻唐狗 或者拖一隻唐貓出街 會呀 那些人會覺得我高尚一點的 絕對是 所以最近你們看Facebook 剛剛有一段東西是別人截了出來的 是訪問一個女生的 就好像一個節目來的 她說都有唐狗BB和有品種的狗BB一起 然後問她為什麼你不喜歡唐狗BB 她說了一句 因為牠們不可愛 其實為什麼要分唐狗和不是唐狗 或者牠是漂亮與不漂亮呢 其實是不是不太公平呢 所以大家養之前要停一停 想一想 究竟我是因為愛而養 玩而養 究竟是為了某個目的 現在要養這個寵物 明白嗎 我也想問問Sam 你們通常去做拯救這個 你們是多少人去做的 其實如果說拯救這兩個字 不是為的話 拯救起碼最少都要兩個或以上 或者一組人 看看拯救的目標是什麼 因為我見到昨天那個 我見到Facebook 我見到那些小姐姐都夜晚黑又拿罐頭去引牠出來 我見到其實 我覺得很感恩你們去做這件事 其實都想說 最重要的是那些人 真的發現到一些社區的動物 牠是有問題的 或者最重要是鋪出來 即是不要說 不要說我經過見到就算我走 那隻貓也好 狗也好 牠就沒有人知道 牠可能是鑑山不知怎樣 尤其是夏天的烏鷹蟲 總之如果你在社區裡見到 那些貓狗有些問題 如果不舒服 你拍下牠才鋪出來 看看有沒有人幫到牠 如果你沒有空幫牠 其實Sam說得對的 如果見到外面有貓狗有問題 你覺得我懷疑牠可能很簡單 你在馬路可能 我懷疑牠是不是被車載到 我其實不是想說哪些機構不好 但真的不要叫餘戶處 千萬第一件事不要叫餘戶處 或者你如果有時間的時候 可能拍張照片 上Facebook也好 或者找一找有些機構 或者附近有沒有一些獸醫診所 可以幫你先接著這隻動物去觀察 之後的步驟再考慮 起碼救了才是第一步 救了第一步 之後的程序 再看看本身幫你的機構 會不會繼續做其他事情 如果真的救不了 很不幸救不了 起碼一樣東西 都有人知道牠死了 是嗎 是嗎 做的事都起碼 讓牠可以不用像一個垃圾 撿起來了 因為其實我看到很多東西 我車死了 包起來就把垃圾桶放進去 因為我知道會有食環處來收 但食環處都是放在堆填區 把垃圾放進去 其實我再說來說 我就不想見到這些東西 你覺得是不是 盡快一點勉力 總之我覺得 你什麼都好 就算不知道怎樣解決 其實香港真的有很多 愛護動物的人 你投出來的話 其實你會很快 就會有些feedback 告訴你 你怎樣做 那你就可以解決 其實現在那個Facebook 那個很廣 我都不怕 我自己為什麼覺得Facebook的力量這麼厲害 如果你真的要找人幫你們 或者求助 一定會幫到 為什麼 我早兩個月前 我不見了兩隻狗 因為我住村屋 有人進來我家抄標 那些 電也好 水也好 牠沒有和我關上花園的門 都不知道牠怎樣開進來 接著開了門 接著我直腳踩了出去 我晚上一刻回來 其實我不是生氣 我第一時間生氣不到 我第一時間很害怕 因為我是害怕牠們會不會被車載死 會不會被人打 或者被狗咬死 我用Facebook的力量 我很快很快 我其實用了兩天都沒有 他們除了在Facebook幫我找兩隻狗 其實我在這裡真的很感激 支持在Facebook 幫我找兩隻狗的人 我真的很感動 所以 牠沒有分牠 剛剛走了兩隻大狗 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說 有問題 你看到貓狗上有問題 找Facebook Facebook的力量一定很大 我想問Sam 如果你通常救了 你們會怎樣去照顧 通常因為那些社區的動物 我們都不知道牠的情況 一般來說 都會帶牠去獸魚 查一下 就算沒事 有事的不用說 直接查眼睛 查完之後 檢查過沒事 其實我們就會養牠一段日子 照顧 照顧 就像一個暫養家庭 對 暫養Facebook 我們不會說 在街上捉了一些社區動物之後 看完醫生沒事又放在那裡 很少會這樣做 極少 除非你做TNR那些 否則我們都會 Facebook一段時間暫養 然後看有沒有人 有興趣跟牠住了獄 或者救年齡的話 有沒有人有興趣領養 會這樣 應該是這樣說 你們通常救了回來 那些如果牠是親近人 那你們大致上都會留在身邊照顧 帶去看醫生 除非有些真的很惡劣的 他根本都未必適合跟著人 那你就會放出去 跟著人 是的 我們會盡量 但是因為有些 譬如施耳生的project 因為太多 你的project的目的就是 捉一些社區動物 跟著住肉 跟著就放牠回去 也有這些project 不過我們盡量來說 就是希望出到 有人領養 好啦 暫時講到現在 剛剛講完拯救了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講繼續下去 拯救之後的動作